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容易受傷 於是我趕緊就去買了一個手搖式的堆高機 因為我想說除了冷氣之外 我們家裡也經常會有一些比較重的東西需要搬 那如果有這個堆高機的話 我們可以避免受傷 那我訂購的堆高機今天已經來了 那我們來開箱看看好了 就在這邊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堆高機真的是很高 因為我買的是比較高的 它這個有150公分的 170公分的還有190公分的 那我是買中間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的冷氣會放得比較高 那說實在的太高的話 要好幾個人抬才抬得上去 因為像一般冷氣比較重的大概有七八十公斤 那除非你每天有在這種操練的才有辦法 那其實還有一些東西 只要抬上則可能你也抬不動 只要50公斤可能就抬不動 那用這種來搬運的話我覺得還不錯 那我們可以來試一下好了 像這個一般 這裡是一包石頭 那這邊有一個搖壁 這個是搖壁 你只要這樣跟它轉 一轉的話它是自動上來卡住 有自動裝置 所以會叭叭叭 一個自動器在裡面 那這樣就上來 那你如果說要放下來的話就沒有聲音了 這樣就沒有聲音了 就是要上來的時候它會自動把你卡住 不要往下墜 那我買的是前輪是固定的 後輪是活動的 那這個活動的話 它有一個煞車在這邊 兩輪都是有煞車 因為你如果東西翻高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它煞車煞住 才不會發生危險 這樣就可以鬆動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 有沒有 這一台是200公斤的 也有100公斤的 不過100公斤的它只做到150公分 那200公斤的才有170公分以上 那偏偏我就需要170公分 因為那個冷氣機 好像150公分抬不到 大概170以上才比較夠高 當然了 這個抬冷氣機會是很少 因為 因為家裡難免會有一些重的東西 我覺得才是比較重要 這台機器的重量大概670公斤 不重也不輕 那如果比較矮的 我相信應該會比較輕一點 可能大概50幾公斤 那今天就為各位分享到這裡 那希望各位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按讚 也別忘了要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